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長大的時候在這個後院 我們會看Chicago Bulls Michael Jordan的季後賽的比賽 他一做一個動作 他們一暫停的時候 我們已經在後院裡 然後我們就去練這個動作 我們是從這裡開始真的去 愛上籃球 開始模仿他的動作 鋼琴 是我全人生最強的對手吧 父母就一直想要我們成為非常好的 就很能彈鋼琴 可是有時候你沒有天分你就沒有天分 不管他們逼著我 不管我練多久 不管我們花多少錢 我還是就是基本上就不能進步 花了幾年五六七年 然後就覺得我們不用強迫了 就讓他追他的夢想 他真正的夢想就是籃球 從小在我們的家裡面 一直能聽到籃球 一直在運 不管是去廁所還是去洗碗還是去丟垃圾 所以我們必須要轉身 或者什麼就是 都是把父母變成對手 必須要做一個漂亮的動作 有時候在他們身上去扣籃這樣子 我覺得他們真的是很耐心的父母 不管我們做什麼 肯定我們都在想籃球籃球籃球 應該是我二年級的時候 然後我跟我哥哥跟他全部的朋友 都是五年級的去打 當然我是最年輕的最矮 最慢的最瘦的 可是我覺得這個就是一非常好的環境 看到更高的更壯的 不代表他們更好 放開的方式去打 不要後悔 盡量不要有一件事發生 就是你自己猶豫自己 不敢去衝 不敢去積極的去打 激動的去打一個對手 我覺得你能接受每一個結果 接球籃球通常是比較靠一打一的方式去打 通常你不會有什麼正式的戰術 或者防守的策略或計畫 比較是靠單打的一種能力 你打職業籃球的時候 比較是團隊的一種打法 我們打接球的時候要表演打得很快 很誇張很漂亮很帥 然後打職業籃球肯定只有一個目標就是贏球 防守我要去搶籃板 什麼什麼都願意去做 比較不一樣的一種心態 打接球的時候必須要是好看的 讓大家很high 我覺得這很難說 因為現在我的想法 不用是你去模仿一個球員 比較是看一個動作 有時候是這個球員的動作 那個球員可是可能 可能20個動作 可能是從18個不一樣的球員 去一直研究 看他們的影片 學一學 試試看 然後學下來 Damian Lillard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crossover Steph Curry喜歡在背後 James Harden喜歡 Step Back 我很多現在的動作都是 就是從這個球員挑一兩個 從那個球員挑一兩個 從那個球員挑一兩個 就一直這樣子 我覺得大部分的職業籃球人也是這樣子 就是看到什麼就會想去挑 然後去學 一個就是打胡人 我運運是轉身上籃 以前從來沒做過 然後突然就 不知道就是靠一些籃球的 instincts 就是突然做出來了 或者我覺得 對多很多的那個絕殺 我還記得 我在馬路上 然後 一個人一直在叫 一直在叫 當然我沒聽到 Jeremy 或者舒豪 可是一直在叫 然後突然我想 噢 他是說 Linsanity 那我覺得 噢 他好像在叫我 所以那是第一次我聽到 這個綽號 如果你真的很努力 不放棄 用全力去追你的夢想 勇敢的去追 願意勇敢的去失敗 失敗去學 每天有這樣子穩定的一種心態 你不知道什麼會發生 有時候 最瘋狂的奇蹟也可能會發生 Linsanity就是代表這種 心態 那時候我是 邀請David Lee 來台灣 我們辦了一個訓練營 因為在這個訓練營 或者在我們的活動 都是 某一些 球人或者球迷 可以去參加 一個普通的球迷 我們怎麼去跟他們互動 所以我們在想 啊那我們打籃球 因為在籃球 盡量不會踩在場上 那你可以包下來 這個空間 你可以表演一下 送一些禮物 拍一些內容 跟他們聊天 所以我們就 從這開始 然後我們就在想 OK 我們去打一個街球 那時候 我們都知道 我在紐約的時候 我受傷了 我一直在康復 那我在行程橋打的時候 突然 我的訓練師 Josh 他丟了一個 然後我直接從 左腳跳上去 然後扣籃了 那這樣子 我就知道 我恢復了 那場比賽就是 對我來說 印象很深刻 對我們常常會打電動 或者看電影 玩遊戲 或者打牌 在我們家庭 我們超喜歡 吃飯 所以常常我們會去 我們最喜歡的餐廳 或去找新餐廳 不管我們做什麼 我們都是希望可以是 我們家人 跟最好的朋友 在我們身邊 最近在玩 心理遊戲 全明星接球派對 讓你們看一下 然後 當然 我是用我自己 每一場比賽都會贏 這遊戲是很方便 你有手機 你有網路就行了 有很多不一樣的方式 去打比賽 有時候也可以自己練 當然 我們玩的時候 肯定是先 叫隊友傳球給我 做一個動作 上籃 打一個掩護 或者直接單打突破 都是不一樣的方式 可以去打籃球 做得非常好 把我的肌肉變得更壯 所以這個是很好的 不但是他們的衣服 他們的Leggings 全部的這些顏色配色 都是我喜歡的 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也加了一個活運原則的動作 我說的話 我怎麼去走路跑步 我穿的衣服什麼 都是非常像 最喜歡用的是我自己 可是我最喜歡PK的是 Steph Kerr 因為我覺得 他是最好的後輪 他的三分球 你給一點點空間 他會投 不但是他會投 他也會進 然後當然他運球 也是非常棒 可以跟Lebron Yannis 防守防得很好 不但是這樣子 速度能打得很快 他們兩個也能衝 Lebron 什麼角色 什麼都可以去做 Yannis 就是他下村的時候 非常有威脅 兩個可以跟我配得不錯 全明星街球派對是 帶來很多快樂 很多熱情 對籃球的熱愛 為什麼我們會想去玩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也是很像你的人生 慢慢每天進步 加技巧加東西 然後可以往上去走 不能就是一天一個晚上全部都做完 在我們人生裡 如果我們只是靠自己 我們能做到的是 沒有那麼多 不但是自己控制自己 做好自己 也是要順便的很好的一些對 我們相信我們愛的人 他們也可以鼓勵我們 我們也可以互相鼓勵 一起在這條路去走 才會有比較高的一個上限可以去達到 這是唯一一款能讓我找回最初的感動 感受到籃球帶來的快樂 然後我希望你們都可以自己去找你們的人 不要放棄追你的夢想 大家快點來參與預約 一起衝返街頭 大出風頭 你們加油 導演結束了嗎 結束了結束 你們沒拍到吧 好 那我去見 靠媳婦 肯定進了